回答三 要成为一个好的禅修者 最重要的就是要立定正确的禅修目标 如果禅修的目标正确 你的禅修态度也就正确 如此就能一直走在正道上 不会被误导而走入歧途 那么禅修的正确目标是什么呢 佛陀在亲自受人比丘界的许多场合里 清楚地宣示了禅修的目标 他说 善来比丘 法以善说 坚持犯行 以就境离苦 因此 究竟离苦 就是你禅修的正确目标 要达到此目标 你必须灭除一切烦恼 因为烦恼是苦的原因 有十种烦恼 也就是贪欲 也就是贪欲 称恨 愚痴 傲慢 邪见 怀疑 昏沉 散乱 无惨 无愧 你必须谨记在心 你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些烦恼彻底灭除 然而 在你的禅修力量还不够强之前 至少你应当努力避免受到这些烦恼控制 要灭除一切烦恼 就必须修习戒定会三学 不过 在禅修的路上 有许多陷阱与岔路 如果不小心谨慎 你可能会由于修行上的部分成就 而落入烦恼的陷阱 即走上歧途 这就是佛陀之所以开示 《小心财辟域经》的缘故 在《小心财辟域经》中 佛陀开示说 在此 某个足性之人 基于信心 舍离家居生活而出家 心理想 我遭受生 老 死 愁 悲 苦 忧 恼 之害 我是苦的受难者 牺牲者 这一切重苦的终点 必定能被了知 如此出家之后 他得到供养 恭敬与名望 他乐于那供养 恭敬与名望 而且认为目标已经达成 由于这个缘故 他如此的赞美自己 与轻视别人 我拥有供养 恭敬与名望 而其他那些 比丘则 默默无闻 唯不足道 所以 他不激发修行的意愿 也不付出精进 以求达到 比供养 恭敬与名望 更高超 与殊胜的其他境界 他退缩 与懈怠 我说这个人 就像需要心材 而找到一棵 具有心材的耸立大树 却忽略大树的心材 边材 内树皮 与外树皮 而砍下树枝 与树叶 认为他们就是 心材而带走的人 如此 无论此人将他们用在哪一种 必须用心材来做的工作上 他的目标都将无法达成 这是《小心材批育经》当中 提到的第一种禅修者 由于他对供养 恭敬与名望 感到骄傲致满 所以他落入烦恼的陷阱 与走上歧途 因而无法达到禅修的真正目标 接着 佛陀开示第二种禅修者留下 他得到供养 恭敬与名望 他不乐于那供养 恭敬与名望 他的目标尚未达成 他不因此而赞美自己 与轻视别人 而是激发修行的意愿 付出精进 以求达到比供养恭敬与名望 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 既不退缩 也不懈怠 于是他得到戒行的成就 他乐于那戒行的成就 而且认为目标已经达成 由于这个缘故 他如此地赞美自己 与轻视别人 我持戒清静 品性良好 而其他那些比供 则持戒不清静 品性恶劣 所以他不激发修行的意愿 也不付出精进 以求达到比戒行的成就 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 他退缩与懈怠 佛陀说 这种禅修者 就像将外树皮误认为是心裁的人 由于他对戒行的成就感到骄傲自满 所以他落入烦恼的陷阱 与走上歧途 因而无法达到禅修的真正目标 接着佛陀开示第三种禅修者如下 他得到供养 恭敬与名望 他不乐于那供养 恭敬与名望 他的目标尚未达成 他得到戒行的成就 他乐于那戒行的成就 但是目标尚未达成 他不因此而赞美自己 与牵视别人 而是激发修行的意愿 付出精进 以求达到比戒行的成就 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 既不退缩也不懈怠 于是他得到定力的成就 他乐于那定力的成就 而且认为目标已经达成 由于这个缘故 他如此地赞美自己 与轻视别人 我能够专注心力集中 而其他那些比丘 则不能专注心神焕散 于是他不激发修行的意愿 也不付出精进 以求达到比定力的成就 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 他退缩与懈怠 佛陀说 这种残修者就像将内树皮 误认为是心裁的人 由于他对定力的成就 感到骄傲自满 所以他落入烦恼的陷阱 与走上歧途 因而无法达到残修的真正目标 接着佛陀开示第四种残修者如下 他得到供养 恭敬与名望 他不乐于那供养 恭敬与名望 他的目标尚未达成 他得到修行的成就 他乐于那修行的成就 但是目标尚未达成 他得到净利的成就 他乐于那净利的成就 但是目标尚未达成 他不因此而善美自己 以轻视别人 而是激发修行的意愿 输出精进 以求达到比定力的成就 更高超于失诚的其他境界 既不退缩也不屑战 于是他成就失诚 他乐于那失诚 而且认为目标已经达成 由于这个人度 他如此地赞美自己 与轻视别人 我具有失诚的生活 而其他那些比丘 则不知不信的生活 所以他不激发修行的意愿 也不付出精进 以求达到比失诚 更高超于失诚的其他境界 他退缩与现代 然后佛陀开示第五种 残求者如相 他得到供养 恭敬与名望 他不乐于那供养 恭敬与名望 他的目标尚未达成 他得到旧行的成就 他乐于那旧行的成就 但是目标尚未达成 他得到顺利的成就 他乐于那顺利的成就 但是目标尚未达成 他成就失诚 他乐于那失诚 但是目标尚未达成 他不因此而赞美自己 与轻视别人 而去激发修行的意愿 复出精进 以求达到比资净 更高超与殊胜的其他境界 既不退缩也不懈战 这种残求者 不因为上述的种种成就 而感到骄傲俱满 他不落入烦恼的陷阱 一直走在正道之上 继续有系统地修行 指禅与观禅 最后 他达到禅修的真正目标 因此经上说 他以智慧来测证 因而灭除了猪肉 猪肉 是猪烦恼的同意词 这句经文的意思是 他以阿罗汉道具 彻底地灭除了一切烦恼 佛陀在经上 如此地描述这种残求者 我说这个人 好比是需要心才 找寻心才 四处寻求心才 而找到一颗具有心才的 耸立大树 只砍下大树的心才 知道他是心才而带走的人 如此 不论此人将他用在哪一种 必须用心才来做的工作上 他的目标都能达成 然后佛陀以这段话 来总结他的开心 所以 此犯行生活 不以供养 公敬与民望 作为他的利益 不以做行的成就 作为他的利益 不以定律的成就 作为他的利益 不以修建 作为他的利益 而以此不可动摇的心解脱 作为他的目标 心才与终点 这是解释说 所谓不可动摇的心解脱 是指阿罗汉果而言 阿罗汉果 就是上面所说 阿罗汉道次的结果 因此 如果你真诚地 效法本经所说 第五种禅修者的模范 终有一天 你也能阻除一切烦恼 成就此不可动摇的心解脱 究竟解脱一切苦 这就是成为好的禅修者之方法 回家 一天的罗汉 是他们的罗汉 阿罗汉可 我很好地 一天的罗汉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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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内在的与外在的 粗的与细的 低略的与优胜的 远的与近的 这十一种设法 同样的 十一种受称为受取运 十一种想称为想取运 十一种行称为行取运 十一种是称为是取运 这十一种无取运是苦地法 无比丘能够以 观至与道至 透彻地了知他们 再者 他们也透彻地了知 极地法 尤其是缘起 苦地法与极地法 称为行法 他们能够轻易地 观照行法为无常 苦无我 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们在听完 无我相经之后 就证悟阿罗汉果 他们具备快速证悟的 静音与远音 这两项因素 他们已经在那一生中 修行观禅 正得虚脱还果 这是静音 在过去口的教化其中 他们以成观造苦地法 与极地法 为无常苦无我 达到行舍制的阶段 这是远音 在这两种因素 在这两种因素的支持下 他们能够快速地证悟阿罗汉果 连同事物外解释 这是他们的本质 且让我们看经文 此经讲于波罗内附近的路野院 那时 世间告诉吴比丘说 朱比丘 色不是我 朱比丘 如果色是我 那么色就不会遭遇疾病 而且人们可以控制色 说到 让色成为这样 不要让色成为那样 然而 朱比丘 因为色不是我 所以色会遭遇疾病 人们不能控制色 说到 让色成为这样 不要让色成为那样 色法的这种 无我本质 是不自在 所谓不自在 意思就是 色法不会依个人 或自我的意愿而生起 他们由于因缘和合而生起 由于因缘坏灭而坏灭 接着佛陀教导 其余的世运如下 瘦不是我 朱比丘 如果瘦是我 那么瘦就不会遭遇疾病 而且人们可以控制瘦 说到 让瘦成为这样 不要让瘦成为那样 同样的 想不是我 行不是我 事不是我 人们不能控制瘦 说到 让事成为这样 不要让事成为那样 因此 五蕴都是不自在的 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这是他们的 无我本质 然后佛陀 以问答的方式来开示 这称为 记说 经文说 你们认为如何 朱比丘 色是常的 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 世尊 从这个问答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无比丘已经彻底的造见色法 并且了知色法是无常的 因此当佛陀问他们说 色是常的 或是无常的呢 他们能够轻易地回答说 无常的 那时 他们能够以观置 清楚地造见色法的 无常本质 如果还未造见色法的 无常本质 他们就不可能那样回答 因此 如果你想要 证悟虚弗还果 或者阿罗汉果 你也必须亲身以观置 透彻底了知色法的 无常本质 依据佛陀的教导 色法以唯利的形态升起 这些唯利称为色聚 他们可能比原子更小 你必须有系统 比修行四大分别观 才能够造见这些色聚 当你造见色聚时 会发现他们一升起后 就立刻坏面 然而 此时还不要观照他们为无常 因为你还未彻底地破除色法的密集 你必须分析各种色聚 以便透视其中的究竟色法 你会发现每一粒色聚里 至少含有八种色法 也就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 以及食素 有些色聚含有九种色法 也就是前面这八种 加上面根色 有些色聚含有十种色法 也就是前面的这九种 加上静色 或者加上性根色 或者加上心所依处色 唯有当你能够如此分析色聚之后 才能透视到其中的究竟色法 然后才能观照他们的刹那生灭为无常 那时你就能轻易地照见他们的无常本质 色法总共有二十八种 其中的十八种是真实色法 它们是观智的目标 其余的十种是非真实色法 它们不是观智的目标 然而在你观照色法时 真实色与非真实色都必须观照 因为若不观照非真实色 就无法照见真实色 举例而言 如果不观照空间的话 你就无法照见色聚 空间是非真实色 而不是真实色 因此 真实色与非真实色 你都必须观照 其他非真实色的情况 也是同理类推 当佛陀问吴比丘 色法是常或无常的问题时 它们清楚地照见色 他们清楚地照见色法是无常的 因此回答说 无常的是尊 接着佛陀再问 既然是无常的 那么它是苦的还是乐的呢 苦的是尊 他们也照见了色法是苦的 是哪一种苦呢 是贤苦 所谓贤苦 意思就是受到不断生灭逼迫的苦 如果某件事物受到不断生灭的逼迫 我们能够说它是乐的吗 不能 无比丘能够轻易地照见色法的苦本质 佛陀接着问说 既然它是无常的 苦的 变化不定的 那么 如此地看待它 是否适当 这是我的 这是我 这是我的自我 当然不适当 是尊 色法一升起后 就立刻坏灭 因此它们是无常的 它们受到不断生灭的逼迫 因此是苦的 在色法当中 没有一个能控制或主宰的稳定自我存在 因此是无我的 由于色法是无常 苦 无我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 这是我的 这是我 或者这是我的自我 如果色法中有一个自我存在 那么色法应当能稳固地长久存在 然而 事实上色法一升即灭 因此它们当中没有不变的自我 这就是为何无比丘回答说 当然不适当 是尊 这个回答意味着 他们已经造见色法的无我本质 根据注释的解释 执着这是我的 是爱取 执着这是我是慢取 执着这是我的自我 是我取 对色法的爱取 通常透过认为色法能带来快乐的错觉而产生 当你造见色法受到不断生灭逼迫的这种苦本质时 你就不会说这是我的 因此 如果你一再去观照色法为苦苦苦 达到相当程度时 爱取就会消失 观照色法为苦的这种修行法称为苦谁观 它与爱取是互相对立的 对色法的慢取 通常透过认为值得骄傲的色法是恒常存在的这种错觉而产生 当你造见色法为无常时 你就不会说这是我 因为它一直在改变当中 你无法在色法中见到我 如此你的骄傲就失去了立足点 因此当你观照色法为无常时 慢取就会逐渐消失 对色法的我取 通常透过认为色法中有我的错觉而产生 当你造见色法为无常与苦时 就不会说色法中有一个恒常不变的自我存在 借着造见色法的无常本质以及苦本质 你观照色法为无我 如此我取就会逐渐消失 在本经中佛陀首先解释无常向 最后才解释无我向 这是因为无我向很难明白的缘故 在其他经中 有时佛陀先解释无常向 然后解释无我向 有时佛陀先解释苦向 然后解释无我向 在本经当中 则先解释无常向与苦向 然后才解释无我向 解释无我向